圣诞节还窃案平传 在台南的玉皇宫 两名妇人因为指控 偷窃室大闹纠纷 在众人面前大打出手 屏东车程也全出了窃案 民众目击地方妈妈的战斗 两位妇人就在台南市的 玉皇宫前大打出手 咖啡色外套背包包的妇人 现实推倒一旁的脚踏车 橘色外套妇人随即反击 拉住咖啡色外套妇人 手中袋子并用塑胶以攻击 冲突发生在25号上午11点 两名妇人的冲突被民众全程募集 正逢周日香火鼎盛 还聚集了大批信众围观 原来两名妇人相识 平常就是死对头 警方已经接获民众通报 将进一步了解冲突原因 本案已依规定受理 将派员调查已把就办 另一起窃案发生在横春车城 监视器画面拍到身穿黄色上衣 牛仔裤的嫌犯 15号傍晚5点多 骑车开着大灯 来到这处民宅前 下车就直接走进屋内 短短两分钟之后就出来 原来他老早就知道里面放有巨款 警方是根据这名黄姓男子的衣着 锁定他犯案 还在家中起初犯案时穿的衣服 这三口上来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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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积极扩大调阅 案发处所周边巷弄 及入口监视器影像画面 发现犯贤所穿衣服身影 所骑车辆等特征后 经查查确认黄姓犯贤色案 原来住在这的陈小姐 是厨师工会的会晤人员 她一时大意把装着 11万保险公费的包包 就像这样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嫌犯才会不费吹灰之力 拿了就走 你时间走进来 走进来到处理中 把我们投给钱 会觉得很黑 而且是我们人还在里面 不是没有人在里面 人虽然抓到了 但是隔十天 钱却是被花个精光 陈小姐一时疏忽的代价 就是得自掏腰包 赔偿工会 记者姚文华 林安平 台南屏东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